好,大家好,我是余德寶,今天继续有每日点评,今天是9月9日,星期五来的,一如既获,每日点评都找了两单的新闻,跟大家分享一下,评论一下,我选了两单新闻,第一单是关于袁国勇教授的,最近这一段时间,自从劳宠谋说明,不可以政府专家自己去做事, 去做访问,去发表文章,或者是跟政府的政策是有相违背的话,就尽量避免了,就要这个委员会里面,专家委员会里面有一个统一的说法,由政府去交代,所以你最近都没有,好像上一届林郑政府,你看到袁国勇教授都经常出来评论了,评论右,当然当时他最令到市民印象深刻的,就是带着那个鸭, 鸭嘴鸟鸟的口罩,大家觉得,哇,哗然,没见过,这只口罩,最劲的都是说N95的口罩,而他每一次封区,我当时封区都落过不少,就是尤尖望封区的地方, 比较少见到他,他多数呢,就是去完那个地方就封了,那他就戴着个鸭嘴仔口罩,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了,当然另外一个说法呢,另外他说了一句话呢,也都令很多市民呢,是印象深刻的,甚至呢,本身是对袁国勇教授是正面的, 觉得他是专家啦,觉得他是权威性,那甚至觉得,去到后期呢,觉得他暖粒24,甚至呢,是不那么喜欢袁国勇啊,那他其中说了一句话,说是什么呢,是比较凉薄的,我都觉得是,去到今天,就说, 物竞天责啦,你就要过身啦,那即是换句话,他的背景就是说,你要打针,要别人打针啦,如果你不打针的话,就,即是,细菌, 或者病毒,就会打败你啦,物竞天责,身体健康的不留低,身体差的就要过身啦,即是这样的意思,当时呢,他就没有确诊的,他只是呢, 呃,呃,呃,也都是做政府专家,那他最新的消息呢,昨天呢,他就正式是确诊啦,那他说自己呢,目前呢,就没有病征, 已经按照呢,是指示呢,是家居隔离啊,那袁国勇就没有去,什么族居弯也好,啟德隔离也好啊,那袁国勇回复呢, 传媒查询就说啦,那三年来呢,即是难得呢,可以放到假呢,休息几天都是好的, 并感谢大家的关心,那,即是说,他意思就是说,哎,呃,那可能,他觉得病毒帮了他啦, 因为他一直以来呢,都没有休息过,那一直做,一直做,一直做, 一直做这个政府专家的顾问,那去到现在呢,终于有机会可以休息一下啦,那当然就是, 有些网民就,呃,就是可能对袁教授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啦,那叫他休息多一点点时间, 就不要只是几天啦,不如休息得久一点,因为呢,可能过去一些抗疫政策啦,他都没有得到呢,市民的支持啦,那, 那,原来最近呢,袁国勇教授呢,就在上个星期三,即是8月31日呢,就出席了公开活动, 他就在会展呢,就参与呢,就参与呢,物业管理监管会,监管局的一个物馆先锋家许典礼呢, 就是在那里支持,那说什么呢,就是说回多年抗疫的经验,包括啦, 琴流感啊,SARS啊,新冠肺炎,那样啦,那也都呢,讲怎样去到建筑物呢,就是他最拿手的啦, 又不知什么空气传播,打横传播,垂直传播啦,就找出那个病毒传播的原因, 还有呢,是怎样令到物业管理的环境更加卫生啦,首先呢,我真的打破头的时候看到这个新闻, 即是,袁国勇何德何能呢,是可以参与这个物馆的,即是完全不关系的, 如果你说,一个大学,港大医学院,邀请袁国勇教授去做一个talk,做一个嘉宾, 我觉得绝对合情合理,他都合这个资格,绝对是没问题, 但是物业管理又关于什么事呢,即是你想,袁国勇现在是不是这么抱呢, 什么都要做啦,总括如言都好啦,袁国勇教授就过了诊啦, 希望他都早些康复啦,就不是真是物敬天宅的啦, 最搞笑的是什么呢,在那个物馆局里面的活动里面, 他更加是对当时确诊的卫生防护中心, 首席医生欧嘉宏就祝福他,祝他好些康复, 想不到呢,即是一个星期多一点,自己都确诊了, 不知大家有没有觉得,最近多了一些朋友,身边的朋友, 之前都很厉害,一直都没有确诊,最近都不断确诊, 就是会不会到最后其实,不论你打这个鸭嘴尿口罩也好, 你不出街也好,因为不同的途径也好,垂直打横,打直打洞, 什么传播也好呢,最后呢,可能大部分香港人都确诊, 最后是不是真的做到袁国勇教授所说的群体免疫呢, 那公民论点都好,我都希望袁国勇教授能够休息多一点, 不用再出来给建议政府啦,因为政府都大把其他专家在这儿坐陣的啦, 其实都不用啦,一呼当关就劳宠谋,有他在这儿都够啦, 不需要什么袁国勇,许树吹都不需要啦,大家休息先啦, 那这个第一单就是说,袁国勇教授就确诊新冠肺炎啦, 那清三年来呢,难得是可以休息几日, 那网民也好,或者我都好,触怨袁教授休息都不止几日啦, 可以长休都可以啦,退休啦,那另外一个呢, 就我觉得都几天马行空,或者是超乎我们的想像, 正常人的想像的,那最近大家都知道呢, 政府不断可能下调了那个疫苗通行症,即谷針啦, 去到五岁,那有疑科医生就认为呢, 这个是一个强迫的手法,未必受到家长的欢迎啊,那他就说啦, 建议不如呢,就改向这个接种疫苗的儿童呢, 派发主题乐园的入场券,以作鼓励, 即是什么呢,什么海洋公园啦, 德士尼这些主题乐园的入场券,去作鼓励, 不如这样啦,现在听着我们每日点评的网友, 如果你们是家长的话,你觉得有没有帮助呢, 是不是真的吸引了那些人去打针呢, 你留言给我做个统计,我自己觉得呢,就没关系的, 就是要打就打,不打就不打, 之前也都有一个保护儿童的一个机构有说过, 其实很多家长,或者是家庭,不打针的原因, 不是对于那个疫苗不理解, 被人逃毒,被人抹黑,不关系, 他们是绝对理解,因为有些人打过第一针之后呢, 小朋友打过第一针之后呢, 的过敏反应是很严重的, 所以他不想再冒险打第二针, 所以就是绝对理解,是绝对清楚的, 所以某程度上, 你现在就派这个儿童乐园的入场券是否真的有帮助呢, 那估计论怎样都好,听下这个疑科医生呢, 陈以诚呢,怎么说呢, 他说,例如小朋友打两针, 甚至打三针呢, 家长就可以有入场券, 那跟小朋友去迪士尼啊, 海洋公园呢, 就去玩啦, 那希望呢, 帮助到小朋友呢, 有户外活动, 家长呢, 是亲子活动, 有运动的机会, 一举己得啊, 他说呢, 少少钱而已, 就能够令到家长和小朋友呢, 都是有一个好的关系啦, 他觉得是值得的, 好了, 这个呢, 就讲着2022年的9月份, 有个科医生的建议, 那当然一山环有一山高, 那这个医生呢, 就建议派这个入场券, 那还有一个如果第一印象呢, 就是我都还记得的, 记忆有新, 因为这个建议呢, 实在太过突破大家的想象, 那那, 那那, 那那2022年的2月16号, 那那就是说呢, 是五六个月之前呢, 有一位立法会议员, 精彩啦, 那那陈凯恩, 就是呢, 有个突破性的想法, 也都是讲着呢, 怎样去鼓励呢, 小朋友打针的方法, 他就说, 不如呢, 参考呢, 雪糕车的做法, 就在流动这个, 这个疫苗车里面呢, 播放一些音乐呢, 是吸引小朋友去打针, 那那陈凯恩呢, 那陈凯恩呢, 甚至是建议政府, 那将戏院, 改造注射室, 注射室, 即是打针的那些地方, 那打完针之后呢, 就送了个炮谷呢, 给小朋友, 他就说, 这个经验呢, 一路令到小朋友以后呢, 都不会担心打针, 分分钟还爱上了打针, 真是发神经的这些人, 这些这样的忠诚废物呢, 就是建议他少说一些无谓的说话, 少说一些废话, 就是你骗个小朋友, 就说, 我们去戏院, 原来不是戏院, 就是去打针的, 打完针之后呢, 就给一些奖励, 就给他炮谷他, 分分钟连个小朋友, 有连个炮谷都放在地下, 就是哭到欲哭无虑, 就是想着去电影, 看电影, 开心东西来的, 不是个个小朋友都喜欢打针, 我自己呢, 就搞过四五年呢, 那些流感针注射的活动, 一年一次, 也都有家长有带小朋友来打的, 但是呢, 每一次打这些针, 都要搞很多工作, 先前的功夫, 小朋友很大部分呢, 都会害怕, 都会哭, 为什麽令他不要动, 第一次打下去呢, 这个是并不容易的, 要很多方法, 哄他开心, 给糖果吃, 所以, 这些立法会议员不要说那么多废话, 认清了事实, 你觉得, 打了针是不是蒙中呢, 袁国勇教授是一个好的例子, 他基本上打了第四针, 就由照确诊, 是吧, 所以, 亦都有不少高官, 都打了针, 立法会议员都打了针, 都有确诊的情况, 所以这个就给家长自己去判断, 究竟他的子女是不是适合打针, 如果假设, 真的小朋友打完针, 有过敏反应, 是不是你陈凯欣负责先, 不是嘛, 你只有一个说字, 最后都是那个小朋友承受, 那个小朋友家长去承受, 所以, 政府与其去做这些什么派这些主题乐园门票也好, 送炮局也好, 不如呢, 确实一点, 给一个信心, 一些家长, 就是说, 如果你打的话, 有些什么负作用, 有些什么的机率, 是吧, 就是令他打得安心, 现在的感觉上就是不是太安心, 亦都有家长, 听了你所说的打完打针之后, 第二针有其他过敏的反应, 那是不是还要强迫下去呢, 是不是还要继续打下去呢, 这个是另一个问题来的, 所以呢, 政府或者这些立法会员, 就真的要想清想楚, 小朋友是我们未来的动量来的, 不要因为, 一时这个政策要这样推法, 或者你是要讨好那些什么呢, 乱按说, 将那些政策, 最后受苦都是小朋友的, 好, 今天我们五个点朋友到这里, 多谢大家收看, 如果大家喜欢, 记得帮忙订阅, 赞好, 和分享给多些新的朋友, 明天是星期六, 星期六我们就有翠翠有余的节目, 就是下午两点钟, 有我和周深潘、潘卓虹有个联合的节目, 翠翠有余就主要轻松一点点的, 明天下星期六, 有关每周交密, 主要是我们找一些交人交语出来, 和大家评论一下, 大家最后投票, 究竟哪一个是最交呢, 好了, 今天就到这里了, 多谢大家收看, 我们礼拜六, 翠翠有余再见, 参加少了,